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彼岸 欢迎您的收听 每天分享好文章 今天跟大家分享 生于1981的结束语 展望 希望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生于1981这本书 只从我的童年 写到2017年的年终 从这本书完稿 到现在即将出版 又过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间 我又不知多少次 往返北京和台北 短短的三百多天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 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事业 又发生了诸多改变 小月儿和小西林 又都长高了不少 月儿转眼间就像个大姑娘了 有时候 真的不禁感慨 时间过得真快呀 有些事就像发生在昨天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 我不断地感觉到 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又回到自己小时候 住过的院里 又走在相写历舍的大道上 看着巴黎街边的橱窗 在协和广场上坐着吃三明治 又回到奥运会期间的兰会所 回到许多个夜晚 我和哥们儿 朋友在那儿相聚 唱谈 把酒言欢 回想起来 八年来 我好像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空中 以前 一上飞机就睡觉 自从决定了写这本书 我渐渐养成了在飞机上想事的习惯 书中的很多段落 是我在飞机上先想 下了飞机到家后再慢慢整理的 生于1981这个书名 是出版社的编辑想出来的 我当时还有些疑虑 1981年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后来顺着这个思路想 我还真发现了一些线索 1981年是个承上启下的年份 它是改革开放的初期 又是八十年代的开端 那一年前后 我家赶上了宏观经济的末班车 又是逢下海经商的热潮 出生在那一年的我 虽然是个八零后 但很多想法 其实和七十年代的人更相似 写这本书的初衷 是想将过去好好梳理一番 并且和大家分享一些 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谈谈自己的些许着见 可是写着写着就发现 自己的很多经历 其实都和出生成长的时代 紧密相关 于是我在写这本书时 就融入了一些野心 希望能在写自己的事的同时 写写自己的出生 成长的那个年代 如果能让一些读者 感到有些共鸣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或多或少 都会被刻上时代的烙印 但当下的时代 越来越多元 年轻人接触的事物 也越来越多样 因而 对每件事的体会 可能不像我出生的 那个年代 那么强烈 在那个连计算机都没有 更别提网络的时代 很多事都比现在 更被人当成事 一项国家政策 一种生活习惯 甚至是一首流行歌曲 都会强烈地撼动 我们那代人的生活 并在记忆里留存很久 越是体会到 自己的人生 和整个时代的联系 越是会感觉到 自身的渺小 所以 这本书里 杂柔的东西不少 有自身的经历 也有一些 我对某个事件 乃至某个时代的看法 可能我骨子里 依然有 极皮主义的倾向 对社会 国家 总是有挥之不去的牵挂 而当下的很多年轻人 就会更自我一点 更关注自己生活的小世界 也正因如此 我才意识到 1981年 那个八十年代的开头 真的同时又是某个时代的结尾 很多东西在那个节点之后 就好像坐上了高速列车 变化得太迅猛 所以 我才希望能通过文字 继续一些什么 留存一些什么 写到现在 当过往的脉络 逐渐清晰 我又忽然萌生了 展望一下未来的念头 就请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再容我唠叨几句吧 我用这本书的不少篇幅 写了台湾问题 除了它本身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外 我想 可能很多东西是读到这本书的朋友们 尤其是大陆的朋友们不太了解的 我愿意借由这本书和大家分享 但 台湾问题 又是个太敏感又复杂的问题 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 就连台湾当地人的构成 都能写成一篇论文了 很多事不好一言以蔽之 每当写到台湾问题时 我都感觉到很难拿捏分寸 一方面 我的家人都在台湾 我有很多的台湾朋友 我是真心实意地 希望台湾能越来越好 另一方面 台湾又存在个别人 他们的做法实在让我看不过去 有时 写到情绪激动时 心中有些感慨 真想一股脑倾泻而去 但又怕无意间让自己的朋友误会 于是我又总是告诉自己 保持冷静 其实 很多事无需多言 台湾这几年的经济状况好不好 老百姓的生活幸不幸福 都是实实在在 有目共睹的事 台湾的经济在前几年 沉入谷底 去年 虽然因为美国市场的拉动 稍稍回暖 但 老百姓还是穷得一塌糊涂 喜业出走 人才外流 服务行业乱象丛生 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必要逃避或者否认 而是应当面对现实 只有真正接受现状 意识到问题 才能触底反弹 说完经济 再说环境 前几年 觉得北京雾霾严重 台湾空气好 可是 近一年 北京的空气情况 倒是比往年好些了 治理初见成效 台湾的雾霾指数 却节节攀升 如果 解决的方式 总是像反核运动那样 高喊用爱发电的口号 我想 再过五年 十年 台湾的环境问题 还是不会解决 经济问题 也是如此 只有正式问题 才能解决问题 是非对错 似乎 总是各有各的道理 但 时间 历史 往往会逐渐改变一些东西 过滤一些东西 确定一些东西 我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 会明白 若干年后 我们回头再看 很多事 都会变得明朗 但 我们为什么 要走那么多弯路 消耗掉很多精力 一定要等到若干年后 才能豁然开朗呢 有了孩子以后 我考虑很多问题时 都会想到他们的将来 他们 未来要接受 怎样的教育 要怎样才能让他们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我想 如果 我们在做决策之前 都能考虑到自己的下一代 考虑到他们未来的发展 如果 我们都能暂时抛开个人的利益得失 全心全意地为孩子们的未来着想 我们的决策 我们的决策会不会更加周全 更加完善呢 对于目前的我来说 努力让家人生活得平安 舒适 幸福快乐 是我最大的目标 而一个人站得越高 责任也就越大 如果 能够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些 如果 能真真切切地 考虑到老百姓的幸福 我想 至少 未来的台湾 会逐渐回归到一个 良性的发展轨道中 未来 还是 希望满满 衷心地感谢各位 耐心地 读到最后 也感谢我老婆 月儿和小西林 是他们 一直给我力量 让我更有动力 去奋斗 再次 由衷地 感谢大家 2018年 8月 台北 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喜欢 请您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